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牌組是進化皇家 最近這幾個禮拜到了全世界各地的比賽時期 我有在看JCG,然後在看最近STO大家選手們的代牌 在JCG的亞軍套牌裡面 有一副是讓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在於皇家護衛的進化皇家牌組 因為JCG的賽制他其實是三戰兩勝制 就是你兩副牌只要都過了之後就能夠獲勝了 在這樣子的賽制之中,我們先講一下環境 因為現在的環境其實AF也就是創造球 Artifact Proto在現在的賽場環境裡面是真的太多了 然後沒有真的這麼多好打他的牌,出了可能是主教 但主教在對上F仇的時候 也不是說你遇到就一定能夠保證獲勝 那我覺得他這邊攜帶了這套皇家的 點是在於他就是要來去抓除了F之外的另外兩套 另外的一套牌啦,看看其他的牌可能都算能打吧 這套牌組的特別的點在於,其實這個版本之中皇家 他就是協作體系之中喔,他缺乏了 最尾端的傷害 那現在最尾端的傷害通常 有的人是帶這個221配進化點,然後貼這個 這個羽翼直接衝嘛 那有的呢就是靠著 213 指揮官五張之後的這個傷害 那他這副其實大家仔細看完發現他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的收尾傷害 除了火槍手的飾演 所以他其實是一副偏控的進化皇家 看看能不能在後段的地方跳出鼓捏一劫去跳 最後的東西 那前中期如果鋪場就能贏的話 那就不需要那些收尾,其實就能夠獲勝了 榮勝劍士人是擺了三張來去做過榮勝的檢定 我自己給這副牌目前的評價,就在嘗試了幾把之後,我認為就是 打創造不太行 打其他幾副牌真的有點東西,就是不太 不要把這副牌當作是 就是要衝 衝臉直接幹頭去做斬殺,我們打的空一點點 其實這副牌還算是有料的,那我們就進實戰來看一下打起來的感覺 這裡有得跳費,我們就是留一張眉單桌,找其他的123節奏 這裡有3了,只要有正常的2,然後 沒有直接性的被拍掉的話 這節奏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會是 就是23,然後跳費黑白 很舒服的一整波節奏 跳費黑白,我們7費再省個進化點 8費就能夠火槍手的誓言 簡直就是不要太完美 2個3誒 好像有點頂喔,2個3的話 等一下可以眉單桌再加一個2 雖然說這樣子 莉拉拉沒有 取到太好的效果 但也還算還行 就真的是一部比較偏控的牌 感覺要 打到 氣牌吸之類的 才能夠比較明顯的 發揮出 他這副牌 他所希望的 帶來的效果 他真的太多 他有多補血牌 然後沒什麼傷害 是要跟人家打資源交換戰的 那一種的 進化器 我的火箱手試驗只有一個 危機就是如果他有兩張 降過費的 744的話 那他確實是 可以 把我們直接給弄掉 不過他到目前為止 他還沒有 擊召過744 所以可能 當我沒說 這邊是第一次 我剛才前面沒有看錯 這是第一次 他甚至可以123 這樣子給我冰冰崩崩下來 可以的話我是希望這裡 我是希望這裡我不需要 去壓 這顆進化點 就這兩層我最好都不要壓 能不要壓就都不要壓 水灘之主 哦 他希望把這個位置的場全清 蠻好的想法 老實說 蠻好的想法 確實是好想法 多那一費沒有用嗎 我們不用多留那一費 也不像史卡那一費還可以quick 嘿嘿 那就不留了 齊騰看要不要做一波龍聖解禁 寶石聖堂 龍聖他過就是要用 剛剛那個璀璨 璀璨已經打掉一張了 我們大家可以想一下有金剛全聖 有金剛全聖 那就沒辦法 他這邊壓進化 過這張 他其實也也還好 因為 金剛全聖在串讀絕傑面前 那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小東西 沒問題吧各位 我甚至是可以這樣子打 就是 這邊 10抽1 然後這邊10 10了 然後 趴掉 頂一個 再頂一個 我只能說你的金剛全聖 真好用 他這邊必須得要再繳一張璀璨的嗎 他才能繼續往後打 那他對要壓 進化給這個 那這樣其實就已經進到我們節奏了 他他這邊能打多少 我們下一層都能夠用火槍手 算奶回來 他這樣不用壓進化 教練可以再省下來 這裡有3 這加1加3嗎 3 6 8 8D傷害往臉上推 8D傷害往臉上推其實就也還好 對我們來講也還算是一個 還算是 Peace of cake 媽 想一下 我槍把這邊好像沒有什麼理由不火槍 火槍的話就會 就會是 這傷害要往臉上走上去了 所以我們就拿 高傷高傷 推推 往臉上推 7D-3 然後會不會3D血 手上有3點傷害嗎 有4點傷害 可是這4點必須得要對方空場 所以等一下我可能要盡可能的 保持聖堂 去把對方的場清空之後 找空穴 這邊 白骨 勝堂 教授 表示 他剛剛那個 那個是4D血也是很硬 他沒有要壓進化 他要進化也是 可以 他現在7點啦 回不起來 回不起來 contre 我 我就 這邊對到死靈 就留這個吧 哥布林是肯定能留的 哎呦 進來沒單左 挺好的 這個是交戰 會拿骷髏士兵的 蕭頭過一過 先士兵出來 統帥 兩張解一解嗎 沒有解 好 那我看一下我三費這邊有什麼 三費是沒什麼 還是我要奧克托律師偷他這個 其實也可以 偷他這個 我們再抽 我感覺可以都抽一抽抽掉 確實是沒有太多 必須得要做的事情 他放三張三項女神 這三項女神如果你等一下可以 弄到 足夠的量的話 也就是 進化點的次數的話 那他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七八之後的節奏 圓頂一個幽靈船三張 看我們的協作又在多一了 還可以 那這以後我就會選擇 沒單左 加一張二好了 進化 進化 補血其實是多的 補血的量其實是有的 等下這邊可以回兩滴 然後 喔 他應該會先做殘局 假面王魂來了 這東西蠻麻煩的 撞完身 那他這樣解不到我們的 顧念一解嗎 還行 第3D 我這邊想要直接 走進化點 對 這對局像剛剛你去偷他東西 其實 意義也不是這麼大 因為你偷了他效果還是有 我們只是複製過來了 問題就在 接下來這一波 我們到底能不能夠 輕鬆解的玩 可能不是這麼好解 科爾諾斯 不可能有20嗎 木地的量覺得可能20 那這樣招3喔 招這個幽靈船 那是有點麻煩 頂一個 等一下這邊會有一整波 滿滿的場出來 全部解完 然後他場會卡住 對 他還要再打別的東西 他很兇 反正等一下這些還會再變回去嗎 他這波操作是其餘流水 卡到最好處 那再回到我們 雙劍 雙劍解一隻 會點血量 2 壓個進嗎 壓個進 這樣這邊會有到一個0 那再來就是 莉拉拉 免傷一次補一口 這裡把它拍了吧 還可以吧 這邊其實還算能打 這個哥布林留著吧 等下可能再回一次進化點 然後BIPP會補個東西 補個血 這波被解完其實對死盈來講很傷 他還有一波 但我沒說 第二波我能不能再把它解掉 那就真的是一個位置數 哇 他這邊先扣這個血 他不會不解我這個吧 正常這個還是這些的 不然我可以 五旗然後開那個 他其實會不太好受 還是我們 到第八回合吧 所以我們這個先 先抽 那我這邊就要 到 那福音是不是不用在這邊打 因為我不需要把這張 打下去嗎 扛一下扛一下 該解好像還是得要解 就是一定要解兩趴 像這裡應該也不是很好賞 他應該會有點卡場 然後等一下我開火槍手 BIPP會補一口 或者是哥布林補一口 應該都還行 可能不要BIPP會補吧 可能直接直接來 三隻 噴掉一個二打頭 然後一個四打頭 這場實在是太卡了 那好像好像都還能打 等 這邊火槍手四眼四隻 全開 那就是全部蹦一蹦了嗎 蹦 蹦 蹦 這樣這邊是回4滴嗎 4滴回到10 6 那 再開個哥布林 回滿血了 你場面很多是不是 我比你更空 看你是多強 他血錯數40是怎樣 40也太多了吧 像我有23打 可是40也太 太浮誇了吧 還是他這邊有兩張達達的馬跡神 他進化次數那麼低 還真的有 大家需要截我的場嗎 送 打錯了吧 他多送一隻喔 這有必要嗎 我們血量都還夠 那這裡就很簡單了 路面一截 我們繼續控就好了 補一個 下一個 哇 口腔手第二張 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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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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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又20滴咯嘿嘿而且三個磨免 這次我看你怎麼刷 靈體入侵 又是你 這第二張了嘛所以他其實已經要 哦 他其實已經要沒有傷害了嗎 6滴那他是完蛋了 我這裡有太多方法可以 扛得住這一切了 開黑白殘局 白過四四 這個過這個 甚至其實我可以我剛應該 我這邊其實沒有打那麼好 他們應該要交短鍵的 交短鍵然後五四這邊撞五五撞一下 一樣可以把這兩張都拍下去 確實應該交短鍵 交短鍵的話可以 可以少數一隻一隻 好了啦你沒梗了啦 我其實也沒梗啦 這裡怎麼打得這麼苦啊 傷害夠了嗎 哦再會了 雙劍 技 嘿 動 動 穩吧各位 空爛 看到一張雞屑 選 三連勝的 我覺得算有料啊 不要遇到 創造仇好像都還挺能打的 就是BO1的比賽不太好用 但是BO5的比賽我覺得是可以的 OK 那以上的話呢 就這一副偏向控制 這一次一句亞軍的 這個進化皇家牌組的介紹影片啦 以及實戰的 一些小細節都跟大家聊過了 有任何問題 或者想看的牌組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喜歡影片的話呢 也別吝嗇跟我說唷 你每個留言 都是我最大的 動力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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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